小姨父 咱们是亲戚 你撒了那么多的钱 你还差我这一个亿 对不对 你给我 完了我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 对 是的 求求你了 正好 小吴是吧 你来的正好 这是我这个亲戚 我的大外甥 他就求着我 让我给他投资一个亿 一个项目 正好你给我提个建议 我是干还是不干呢 不是 你们俩干不干 你投几个亿 跟我没关系 我今天来要这十万块钱 你能不能先把这十万块钱给我 你看你怎么拿死心眼呢你 我一个亿 你十万块钱 差多少 就用一毛 明天你再来 不是你这上来就一个亿 一个亿 不然就差我这十万块钱 什么项目啊这是 大项目 特别大 来来来 多大多大 跟你说来 咱什么项目 你不刚才给我汇报过的吗 你跟他说什么项目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你知道吗 这个项目分前期中期和后期 特别大的项目 这个项目我跟你说 全国 你你你哪这人 我我 湖北人 他湖北人 湖北人 有一句谚语知不知道 天上湖北老地下九头鸟 湖北人我知道 哎呀 湖北人厉害 湖北到我们东北很远呀 你说正事 我钱 对 项目 对这个项目是这样的 你你对东北不了解吧 啊 东北冬天 这个冷啊 夏天能够有点热 我们就想呢 让东北这些人啊 夏天能凉快点 冬天能暖和点 是不是大项目 对的 是不是大项目 怎么样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就冬天暖和点 夏天凉快点 你家装个空调不就完了吗 冬天还要暖气 是你说的这是屋里 屋外呢 大新安岭 松嫩平原 跟俄罗斯挨不着 怎么着 都要这样 你要屋外会也冬天暖夏凉 那你这一个月不够啊 是 这不差你那十万吗 你进来 我也进来 大伙一块 你参不参加吧 我不参加 我参加什么我参加 小姨父 你过来吧你 哎呀我跟你说 你这是编了个什么项目啊 你这是 来来来 等会儿 来来 停 停 停 不 你俩到底谁是谁小姨父 他 他是我小姨父 那他怎么管你叫小姨父呢 我叫了吗 他叫了吗 叫了 你想想他头那么多的空调 他是不是心里乱 他闷了 你明白吧 我回来了 你别着急 哎 白姐了 小姨父也在啊 啊 咋的了 都别动啊 你管他叫什么 小姨父啊 你管他叫什么 小姨父啊 你管他叫什么 小姨父啊 前轩樊 前轩樊是你叫的 前轩樊是你叫的啊 不听话呢 孩子 你是不是叫我小姨父 对啊 我现在已经管他叫小姨父了 啊 啥 你想想你算算你管他叫啥 小姨父 姨姥爷 姨姥爷 哎 哎什么哎 哎呀 不听话呢 再叫一个 用心叫 姨姥爷 哎 用不啥告通不啥 陈总 你辈儿这么大呀 是 这都是我的孩子